北京时间8月31日,火箭让本来已经平静的自由市场再次进入动荡,他们用一笔二换二交易成为了最大赢家。 火箭得到了一个如果健康就有着超级愿味水准的奈特,以及全力惊人的8号秀马基斯·克里斯,他不仅有出色的吃饼,而且还有一定的三分射程,不过想要从灯泡两位大佬,主要是他等手中吃饼,克里斯得先处理好他之前干过的那些事。 但是,就在克里斯被交易后,美国媒体立刻翻出了他曾经的推特,2015年时,克里斯曾公开讽刺哈登只会假摔和碰瓷,哈登你一点都不厉害,你只会假摔和骗罚球。 有趣的是,就在刚刚,克里斯这条推特突然被删除了,目前不清楚这是谁的操作,但美国媒体还是把他之前的截图留了下来,现在不知道克里斯又没有感觉到一丝尴尬,毕竟他当年骂的话实在有点狠了,当然,相信MVP哈登应该是不会因为这个跟他一般见识的,NOXV。